Hi Kobi Channel 我是Fish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个PenDrive 这一个是Sandy's的PenDrive 它是Dui Drive Go USB Type-C 就是一边是Type-C的插口 另外一边是USB Type-A Gen 3.1 为什么要买这一个Sandy's的PenDrive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我没有多余的budget去买更好的SSD for backup order iPad Pro的包 然后我check了online 这一个是比较便宜过你买那种external的SSD 这个是有USB-C 可以在iPad Pro和最近的iPad Air第四代 可以用为了transfer file from我的laptop 进去这个iPad Pro or从这个iPad Pro save这个file出来 让我的这个iPad有比较多的storage 当然transfer可以有几种 fromiPad Pro去电脑 或者是电脑去iPad Pro 可以用它的AirDrop 但我觉得AirDrop会比较慢 所以就买了这个PenDrive 来测试一下 我不啰嗦 OK 像早前这一种iPhone的lightning头 and这边是USB-A的 这一种的就是你可以copy你的file from iPad lightning port的on的iPhone 可是这个是需要有Apps的 你需要downloadApps去connect 这个是我早前的video有解释过的 这一次是USB Type-C 只是 剪 speed多快 等下我们试试就懂 就这么小小个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也没有说有warranty卡或者是什么 but这里有些是5年的warranty OK 记得哦 拆开 小个方便 plastic比较多 关起来 这个是Type-A 3.1 然后这一个是Type-C so 不啰嗦 重要的是 Plugin进去 看会detect得到吗 没有什么显示出来 这样就要进去这一个file 我们拿Apple Pencil 进去这个file 看有detect到吗 啊 就在这个 detect到 so 我们要测试从 让我们try copy这个file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8.6GB 8.6 我看我们可以有多久可以copy 就测试这样就好了 我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select and then 是什么share copy 然后来这里 然后放这边 这样 paste ok 我要 123 看多久 这个是8.65GB 看需要多久的时间 等下我也是会 放给它快 这最大的麻烦 其实这个有一个缺点的对我来讲 就是 这么小个 如果你transfer这样大的file 这一个pen drive会热 when这个过热的时候 不是说它不能transferfile 它是可以transferfile 但是会比较慢 讲真的 开始有点 热 你看 你看 44秒了 都不知道有没有transfer过去 这个还有第二最大的问题就是 when你transfer的时候 它是没有给你指示到底它transfer多少的 它就是一直在转 until 你transfer完 所以这一个是新的 我就是要测试看它到底需要用多久 来complete 它的transferfile 这是8.65GB 讲真一分钱一分话 当然你以后关于是 你是买这种 SD external XD 好像这种Samsung Sandy's也好 Westin D也好 会比较快的 已经过了两分钟半了 一直在走着 有一点后悔 用太大的file transfer as a sample 我应该用geek的就好了 可是 有时候就是要用大的才能懂得 到底这一个hand drive是可以 limit去到多少 还有它的speed是多少 在这一个 这边是没有提到它的write speed是多少 read speed就很快 就150MB write speed是没有写 好慢啊 已经过了三分钟 我是不是应该测试其他的 比如说这一个 slag share copy 过来这里 paste 这个则是5.4MB的 一个mp3 啊 终于主动了 看到没 终于开始copy了 我看到这个白色的点慢慢在走着 我不确 不确你们看到吗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你看这个 有个点 哦 这个已经很快就完了 这个没有几秒就 complete的 5.4MB的 这一个 8.65GB的 你看还在走着 已经过了五分钟 好慢 好慢 当出现这一种的时候 你就可以cancel了 你看一个是四方方的 现在在走着这里 是不是要先去喝一杯咖啡过后再来看到 到底它transfer 是快还是慢 好慢 但是我觉得是很慢 因为过了 差不多要六分钟 真的很慢 我应该停了 这个太大了 8.6 你看 不能停 这个可以slag 这个可以slag 但是这个就不容易 完全 如果拔出来 还有什么样的结果 宽掉了 我应该停了 进去 会不会坏一曲 我应该停了 好 好像没有反应了 好 它再跑出来了 我应该去 这里我有什么 没有 这个7分钟多了 就 7分钟多 好 就try copy 然后这里 然后去这边 我trycopy reset paste 这个422.1MB 看快吗 刚才你看我copy 只去到 1.36GB而已 把我折换了 看来 的 我 这样摸一下 真的比较少 好了 停 大概4分钟是 422MB 用了差不多要靠近10分钟 你们大概知道 这一个他的概念是怎样 不如我说 我try这样子 从这边 copy 现在人都copy进去的时候 看快还是慢 刚才是用了大概4分钟 所以我要去这里 我应该 我就再去这里 就放在这边 我现在是要 OK copy 1 2 3 看是不是10分钟 copy比较快 从这边去这边 超快的 看到没有 大概10秒多 大概10秒多 这样子 所以 从 iPad copy去这里 会比较慢 从这里 copy 进去iPad 就很快 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这样子 好啦 这就是要测试给你们看 这样的东西而已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 message我 在留言 我会 try去解答 今天的review就是 要 速赞速解给你们看 其实是蛮好用的 拆出来 收起来 你看 还可以放一边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个的东西 有USB Type-C的插口 Gen 3.1 Type-A的插口 可以进电脑 所以我觉得 方便 适合我用 OK 它的价格也不会说很贵 刚才我说错测试了 那个422MB的 from pen drive transfer去iPad iPad transfer去pen drive so 你们也看到咯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要更多知道的留言 留言 OK 我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 OK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Bye 哎 记得记得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 给我like support我的这个小小的channel OK Bye Bye